临心如产后处女秀 搭档张轩瑞弹情临心如 今年1月初产下爱女 肖天使后 确定付出小荧幕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我的男孩搭档狼王子张轩瑞 剧本由金融编剧徐玉婷操刀 剧组已进入筹备期 预计5月开拍 临心如指引 当初接到邀约时 一听到是玉婷子的本子 就立刻跟经纪人说 我要演 当时连剧本都还没看过 他因对方 总是能写到女子心灵深处 而相当欣赏她的作品 谈道 和张轩瑞的合作 他则称赞 一开始见到轩瑞 就觉得她很贴近剧中角色 能是男孩也能是男人 非常有弹性的演员 言谈中也预告 彼此的互动会有好笑 幼稚的情节 双方至目前为止碰过两次面 张轩瑞接到确定出演的消息时 人正在看牙的她忍不住在牙医诊所内 开心大叫 要和林心如合作 她形容 非常非常紧张 她看过林心如情深深与茫茫 京城81号等作品 但从没想过 有一天可以同台演出 心如子就是很有气质 温柔 是大家心中的林傅平女神 另外 她也表示自从看了妹妹之后 心里就期望有一天 能演到编剧徐玉婷的戏 没想到这么快就梦想成真了 超开心和女人是非多与观之音 能否做回朋友 刘嘉玲 地区拉刘嘉玲今晚出席 光 影 香港业 吕良伟画作慈善捐款发布会 她套路中意艺术 收藏好多画 还想学画画 她抱老公梁朝伟最近学画油画 并已完成首幅以植物为题材的画作 被她视作无价宝收藏 今日三八妇女节 问嘉玲在韦仔面前是否女王 她突然有感而发说 女人不应求人保护 要自强 不过好多时会听到女人 对女人的负面评语 有争有都来自女人 可能出于妒忌心 喜利最近听到是非 是非刚有 每日都存在 以前我听到会不舒服 现在心脏已好强壮 无所谓 看到负面的时候 反而会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鞭策自己向前的动力 有无受伤害 五 只是换另一个角度对自己 人可能有自己的问题 无可能完美 作为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 是否建议之前 关之林的说话 嘉玲说 关之林 我无建议 我 好了解 其心情 是否可以做反朋友 递取了 时间可以解决问题 看古剧机自爆制饭 是无种老婆玩手机 我会 立 住取 古剧机早前接受 TVB娱乐新闻台 StarTalk 访问 分享与太太陈英雪 Loreen 能婚后生活 她表示婚后 努力在工作及生活上去平衡 吃饭时会要求大家放下手机 连Loreen也不能破例 鸡仔说 古太一拿手机出来 我就会 立 住她 话她还不放低手机 谈到生日计划 鸡仔说 等上天安排 大家也 很期待 不如帮忙集气 也许成功 我没想过生仔还是生女 能有小朋友 也很感恩 看女人是非多与观之林 能否做回朋友 刘嘉玲 地区拉刘嘉玲今晚出席 光 影 香港业 吕良伟画作慈善捐款发布会 她套路中意艺术 收藏好多画 还想学画画 她抱老公梁朝伟最近学画油画 并已完成首幅以植物为题材的画作 被她视作无价宝收藏 今日三八妇女节 问嘉玲在伟仔面前是否女王 她突然有感而发说 女人不应求人保护 要自强 不过好多时会听到女人 对女人的负面评语 有争有都来自女人 可能出于妒忌心 喜悲最近听到是非 是非耿有 每日都存在 以前我听到会不舒服 现在心脏已好强壮 无所谓 看到负面的事后 反而会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鞭策自己向前的动力 有无受伤害 无 只是换另一个角度地自己 人可能有自己的问题 无可能完美 作为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 是否建议之前 关之林的说话 嘉玲说 关之林 我无建议 我 好了解去心情 是否可以做反朋友 递取了 时间可以解决问题 嗨